第一口茶祝福师长身体健康 第二口茶祝福师长事事如意 第三口茶 明山关号协会日前流人到办理感恩茶会活动 除了换送明山关号学员的孩子们迈向人生性的学习路程 也让孩子有机会能够表达对师长们的感谢 今天是我们明山学员的毕业生来着一个感恩的茶会 有六年毕业的 也有到最长的是九年 就在明山学员的 那在这当中不断的在学习 另一个形成的开始 那借这个机会能够好好来感谢我们所有的 付出的这个老师还有工作人员 借这个机会来让他们来感恩一下 让这个感恩的四个爱 以后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当天明山是助持的松法师也勉励孩子 要在学业上持续努力 并要过得快乐 有能力更要帮助他人 让山的力量持续循环 我们是满心的希望孩子在这里学习 他是能够得到的 他想要的 还有就是我希望他们将 刚刚理事长所说的 如何把这份的爱 这份的善传下去 我们师父不期待你们什么 只期待你们过得快乐 过得幸福 过得你把自己安住好 那么你有能力可以帮助人 这个就是师父最大的期待 明山冠华协会 荣誉理事长县远参门儿 恭喜孩子们进入新的学习路程 希望孩子们都能够不为困难 勇往之前才能够有所成就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今天是我们明山学院的感恩茶会 那我们今年的毕业生 国小组有11个人 国中组有6个人 那在此孟儿要特别的恭喜 也要祝福我们所有的毕业生 能够再进入另一个学习的里程碑 都能够顺心如意 吃苦一定是必然的 但是当你困难重重走过之后 我想你又是一大步的成长 我想成功一定是在不断的学习 也不断的困境当中脱钱而出 这个成功才是永恒 议长和宋峰感谢协会 照顾若是学子的爱心 祝福这些孩子 进入新的阶段 都能够有更好的学习成果 期待他们日后 有能力时也能够 借一几致力来回馈社会 记者卢凯竹山采访报道 我再请不吝点赞 订阅小致 判参路 持不散 戴 订被 投契 请不吝点赞 中ان